特斯拉被放进中国 马斯克成了一条大鲶鱼 届尸还魂 习近平把偷听敌台变翻墙罪 德国默克尔大审退休后 要到乡下种土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 妄为独报 我是Zenfer 美国华裔记者魏玲玲 周六刊发长文 论述美国公司来到中国市场寻求份额 最终往往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做嫁衣裳 这事过去发生在苹果和摩托罗拉身上 现在又发生在特斯拉身上了 特斯拉上海工厂配件供应 已经90%在中国国内采购 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也已经完成 中国的企业可以随时删债书取代特斯拉的产品 马斯克成了一条被利用的大鲶鱼 文章说 这是中共政府利用西方公司来提高中国工业能力的一个熟悉模式 开始时北京将一些行业和技术确定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引擎 然后高层领导人启动政策 鼓励这些行业的全球佼佼者进入中国 目的是让他们帮助中国公司攀登价值阶梯 最终挑战这些外国公司本身 这些西方公司一旦被中国的市场潜力所吸引 就很难发现自己不落入圈套 并不愿意冒着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 美国在2018年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承诺 中国要成为世界未来的创新和工业中心 他的计划关键就是出生在南非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习近平将马斯克视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政治忠诚度的技术乌托邦者 特斯拉公司则被视为能够使中国成为新能源汽车大国的先锋官 习近平改写了游戏规则 允许马斯克在中国独自拥有汽车企业 了解北京和特斯拉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 北京为马斯克提供了廉价的土地 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 但要求特斯拉培养本地供应商 并支持落后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 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内电动汽车公司的表现感到失望 并将特斯拉视为重启中国汽车业的机会 他们希望特斯拉提供供应链本地化 并培养中国制造商 这些步骤可以加速中国国内的产业发展 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说 特斯拉的一些员工对进军中国的某些安排感到不安 他们担心知识产权有被盗的风险 特斯拉目前在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商业环境 因享受优惠待遇 中国国内竞争对手对其不满 其车辆质量收到司机和当地官员的批评 甚至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全面打压它 与此同时 北京开始向外国公司施压 要求其满足日益严格的中共数据安全政策 特斯拉现在必须在中国境内 保留从当地客户那里收集的所有数字记录 而且它在更新中国汽车上的某些软件之前 必须征得当局的批准 几年前苹果公司将iPhone供应链带到中国后 许多中国公司在经过苹果公司的培训后 也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的供应商 这些制造商的销量目前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苹果公司在中国拥有11%的市场份额 另一个西方科技巨头是微软公司 1992年首次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现在却发现自己深陷中共的民族主义束缚之中 无法像国外那样开展民族存等业务 微软最近关闭了旗下LinkedIn平台 在中国的本土化版本 上海摩托商务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罗威说 中国的游戏不是要让特斯拉赢 中国的游戏是让国内产业能够竞争参与进来 美国商会之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外国公司所认为的大量金融投资 专业知识的共享和重大技术转让 将导致中国市场不断开放的想法 正在被董事会内部流传的一种笑话所取代 那就是双银在中国意味着中共银两次 在捕鱼船上 为了能把活的沙丁鱼带上岸 鱼民在船舱里放进凶猛的鲰鱼 它东游西窜 沙丁鱼为闪避它不停游动 以求保住性命 结果沙丁鱼可以活到渔船抗岸 这就是鲰鱼效应 是指透过引入强者 激发弱者活力的一种效应 今天在中国 特斯拉就是一条被利用的大鲰鱼 它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恢复了中国投资者对电动汽车市场的信心 也为曾经挣扎的中国国内出众企业注入活力 特斯拉还提升了在中国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达成了中共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目标 特斯拉派出工程师培训工人 帮助设计和研究 并向从电池制造商到压住加工厂等公司传授技术 2021年初特斯拉称其上海工厂的 在中国国内的供应采购率已超过90% 特斯拉中国区最高主管朱晓彤表示 特斯拉有望在年底前实现所有汽车零部件的本地采购 到此为止 中国国内的竞争对手现已瞄准特斯拉 其中一些竞争对手准备利用政府的数据监管方式 对特斯拉进行广泛打击 一家名为360的网络安全公司 以及国有汽车巨头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在3月份共同敦促中共立法机构 解决与外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 据了解 这些公司和官员之间讨论情况的人士说 他们的目标是特斯拉 随后 政府限制特斯拉汽车在军事基地和其他敏感政府场所使用 4月份 所谓的司机投诉 引发了公众对特斯拉的反感 中共政府5月推出关于汽车数据收集的严格规定 限制了电动汽车制造商可以收集的数据种类 并禁止他们将从中国道路和公路上的用户 收集的任何信息转移到中国以外 报道说 分析师以及现任和前任行业高管表示 新的要求可能会使特斯拉 在中国开发和部署自动驾驶汽车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这些汽车依赖于一系列收集大量数据的传感器 马斯克似乎一改过去的傲慢 对北京表现得极为温顺 他于9月在线出席了中国乌镇召开的互联网大会 这是连中国国内科技公司高管都不肯参加的派对 马斯克介绍说 特斯拉将在中国建立一个数据中心 存储在中国的生产 销售 服务 充电 和其他活动中收集到的数字记录 年鱼一旦变得温顺了 没有了凶猛的特性 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被扔出去的一天快来到了 毛泽东铁腕统治的两大法宝 是他洋洋自得勋称的两杆子 即暴力统治的枪杆子和谎言欺诈的笔杆子 为了保证谎言欺诈有充分功效 毛泽东当年将整个大陆笼罩在不见日月的阴暗下 大陆人想了解一点世界状况难如登天 所以就有了大陆人文之色变的偷听敌台罪 经历过那个暗无天日的50岁以上的人 或多或少还留有当年的恐怖印象 就像一个无尽往复的恶性循环的缘 中共在习近平的操控下又在恢复偷听敌台罪 不过名称有点与时俱进 叫做翻墙罪 中共11月14日公布一份法规 征求意见稿 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 提供网络翻墙工具者 不论组织或个人将面临高额罚款 甚至刑事判决 习近平指掌中共大选后 对翻墙到国际网络行为的处罚 明显大于江珠和胡温时代 虽然中共压制从网络获取国际信息 从未消停过 但是这种打压与法无拘 毕竟礼不值气不壮 为了大规模堂而皇之 肆无忌惮地镇压 从网络获取世界信息 这是习近平终于推出翻墙罪的根源 习近平需要有名正言顺 分杀信息的法宝 2014年11月 翻墙软件的开发人许东被捕 这可能是翻墙被捕的第一个例子 许东是翻墙软件 枫叶相交的开发者 与许东被捕时 大量翻墙软件开发者被消失了 新晋一则报导是 山东01警察以使用翻墙软件为由 与今年10月19日 对当事人处以5000元罚款 最为搞笑的是 北京自称爱国青年的小粉红刘思彤 向北京警方举报一个视频播主 在油管上播放的内容 涉嫌宣扬台独 刘思彤却被北京警方 以违法翻墙为由罚款 刘思彤将自己与警方对话录音放到网上 失声痛哭说自己因为爱国 取报台独行为而被罚款3000元 但是让人又要喷笑的是 他展示的罚款单却是1000元 习近平借是还魂偷听罪 目的是实现他定于一尊的独裁欲望 制造一个万奈俱进 唯我独尊的社会景象 这让他从中获得极大的自我满足和成就感 不过他如果要这样 最好还是移民去朝鲜 在那儿才可以真正实现他的中国大梦 执掌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16年后 67岁的梅克尔将从政坛下台 这位老牌总理一直没说 他12月8日交棒给新总理萧姿后 会做些什么 在四个任期期间 梅克尔常常被形容为世上最有权力的女性 但他最近暗示 不会想念掌权的感觉 今年夏天 梅克尔前往华府时表示 我会很快就了解到 诸死种种现在都是其他人的责任 我应该会非常喜欢那样 梅克尔以耐力著称 即便开一整晚的会 也能保持精力充沛 他曾表示 自己能像垃圾出水一样 把睡眠存起来放 他在华府被问到退休计划时表示 我可能会试着读点东西 然后眼睛会开始闭上 因为我累了 然后我会小睡一番 1990年 梅克尔统一后 梅克尔就当选议员 最近他透露 自己从没时间停下降步 思考有没有其他想做的事 他在和奈吉尼亚作家 阿迪契一同设访时说 我从没有正常的工作日 久而久之我不再问自己 政治之外 什么事最让我感兴趣 到了67岁这个年纪 来日不是太多 所以我得好好想想 人生下个阶段想做的事 德国作家萨菲尔帮梅克尔 想了个更一呼寻常的未来 他写了本犯罪小说 名为梅克尔小姐 书中的梅克尔退休后 帮忙调查一宗神秘命案 梅克尔或许会想告老还乡 花更多时间和丈夫相处 在那里他可能做些休闲活动 或许是种菜 特别是种马铃薯 他2013年接受多彩话报访问时 曾说自己喜欢种土豆 由于曾是科学家 退休后梅克尔或许也会造访 许许多多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的 大专院校 展开巡回演讲行程 或许他什么事也不想做 只想戳饮最爱的白酒 做些他曾说自己最爱的 真的很好喝的马铃薯汤 安安静静的享受夜晚 当然 他的瓶颈 不要让他被引进的 那一百万难民的骚乱打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